一个男人对你没有兴趣会有三个原因,女人别忽略了 男人对你没有兴趣的时候有三个原因,最后一个有点过分 很多人所向往的爱情是两个人你浓我浓,亲情我我的状态 但是在生活中,所有的爱情并非都是这样 有一些爱情同在屋檐下居住,但是两个人好像是形同陌路,一点感觉都没有 男人对于那个女人也一点兴趣也没有 女人付出多少,无论那个女人怎么爱着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似乎对于女人就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也没有了感觉 其实在感情中,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很多人简单地以为是女人失去了容颜才导致的结果 其实并不然,当你仔细观察的时候,也不难发现 男人对一个女人没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男人对于女人来说并没有危机感 什么叫做危机感,就是那种总害怕失去的一种感觉 到一个男人认为这个女人会永远在自己身边 永远不可能离自己而去的时候,这个男人心里是没有任何危机感的 比如说一个女人整天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每天的生活就是洗衣服,做饭,围着男人和孩子在转 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这个男人一定是没有危机感 因为他觉得这个女人离了自己就生活不了,离了自己连吃饭都难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这个男人一定是拿女人当一个无所谓的状态 不可能付出太多的真心 谁会对于自己已经钓上来的鱼还喂鱼饵呢 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女人一定要有足够的独立空间 并不是让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而是让你足够优秀,才能让那个男人有了危机感 男人对你有危机感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爱情的存在 第二个原因,三观不合 在生活中还真有一些夫妻三观不合 而导致两个人的关系不深厚 男人对女人也没有什么兴趣 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还要取决于两个人的态度 如果两个人就算是三观不合 也愿意一起去磨合,一起去相处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时间久了,自然能心往一块儿想 但是如果两个人在三观不合的情况下 还不愿意沟通,不愿意去磨合的时候 这才是危机的开始,男人对女人没有兴趣 有一方面就是因为两个人不愿意磨合 互相看不上对方,观点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 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第三个原因,男人想着其他女人 这个是特别过分的一个原因 但是当仔细观察的时候不难发现 很多男人对于女人没有兴趣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男人心里有着其他女人 男人是有需求感的 从感情到身体都需要异性的陪伴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一个男人对你长时间没有感觉 一定是他在外面已经寻求到了身体和情感上的依赖 有你没你无所谓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男人的做法是非常过分的 对你可以说一番儿的 我做一个东西 同块儿状期间的 你做什么情况之下